今年春节别再去网红的旅游城市了,流水线一样的拍照打卡,相似的商业街,相似的美食,相似的套路,试试这些非热门的小众城市,玩出不一样的感觉。 一亿四川潘之花,锦沙江河谷中层层叠叠,错落有致的碧寒城市,曾经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工业城市,如今是水果飘香的碧寒之地,没有太多的热门景点,却有其他旅游城市没有的清静。 常年阳光烂漫,冬季均温22摄氏度,周边一沙拉,米一梯田,马路寨等人闻景点,想过一个温暖的春节,就去攀枝花,二,河南开封。 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,一座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,它的名气不如洛阳和西安,是严重被低估的宝藏旅游城市,千年大宋,八朝古都,清明上河园,开封府,古楼夜市,文化的沉积,使得一眼千年,充满古色古香的年味。 三,海南文昌,不到三亚一半的价格就能体验海岛风情,名气不大,景色真的一点也不输岛内靠南的城市。 虽然气候没有灵水和三亚舒服,但是物价和交通都是性价比较高的,这里还是海南岛海岸线最长的城市,最美最大的椰林也在这里,佛光四面朝大海浪漫为美,铜骨灵美照频出。 月亮湾,汽水湾也有淡蓝的大海,四,云南盲市,不像热门的西双板纳人几人,冬季都有二十五摄氏度,每天都是阳光,椰树,仿佛在东南亚。 慢节奏的生活让长时间精神紧绷的人,逐渐舒缓了身心,不仅有美景,这里的美食也很多,东南亚菜系,歹族,各种小吃和美食城。 抚慰心灵更抚慰你的胃,这里于缅甸仅一步之遥。 出尽盲市,便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歹族民俗风情。 桂花树下的泡鲁达与鸡爪,遮阳散下的果汁与蛋糕,香火鸟绕的佛塔寺庙。 夜夜歌舞的歹风小镇,都令人向往,哦,浙江台州。 整个浙江三城海岸,都在他身上,海岛堪比舟山,水运媲美苏航,青山不输松阳。 渔村是彩色的多巴岸色系,美了1400年的隋代古刹国庆寺免收门票,去过的人都对他念念不忘。 六,广西三江。 广西的山川之美和质朴的文化原理还未被打开,三江就是这样的存在。 时隔多年,承阳八寨里的房子,依然层层叠叠,鼓楼下的奶奶,还是一样热情。 年味浓厚的春节一定就在这里,长桌宴,取亲回门,建木楼,都能让人住足很久。 七,福建漳州,避开热门的厦门和泉州。 和厦门锦衣水之隔的漳州是一个休闲的城市。 冬季均纹15摄氏度,这里遍地都是美食。 一些骑楼街巷,还保留着老漳州的风貌。 周边的东山岛,金鸾湾,云水窑,田螺坑,苏丰山。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景点游玩。 八,贵州镇远。 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镇远古镇,古镇武阳河,乘S型。 形似太极土,山水一体,天人合一。 有着山雄水美的称号,镇远就像一座水上城市。 守着自己的一方小天地,岁月静好。 华灯初上,泛舟与武阳河依附江南水乡景象。 沿着河岸行走,一路上听着各家酒馆的民谣。 格外清闲。 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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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沿